文约小强 速读援助 故事要从一次致命任务讲起 20年前世界人口总数超过了500亿 面临食物紧缺的局面 科学家西麦博士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位人类英雄建立了一座源源不断 供给农副产品的基地西麦农场 眼下这座大粮仓出了一点小状况 本来每隔10分钟 农场就会向外界输出一批产品 但一天前该惯例却突然中断 而我的任务就是 到农场的管理中心检修设备 与我同组的还有另外两名特径 蓝月和戈尔 进入密林班的农场后 起初一路畅通无阻 直至我们收到了第五小组的求救信号 寻找信号源探索的我们 很快便在树林深处发现了人迹 这间三名队员倒在血活当中 遍地支离破碎的残肢 证明他们是被吃掉的 啥时间 我惊觉周围的景致是那样怪异 天哪 那些我们以为是树的植物 竟然都是农作物 强烈的危机感 迫使我向特警基地发出求援信息 但蓝月的话 却彻底粉碎了我的故作镇定 无线电波 没法在基地和农场之间穿越 基地不可能收到求救信号 画币 蓝月还递来了一张 其父亲留给他的纸条 上面写道 西卖农场里有古怪 外事小心 如欲强敌速逃 不可抵抗 蓝月的暗示 让我感到某种未知的恐惧 此番农场之行 俨然变成了一场 异域探险 心怀忐忑的我们一路跋涉 终于抵达了管理中心 在一片死寂的室内 我们发现了一种高大的机器人 只见 他锯齿般的口部 还残留着大块的血肉组织 就在我认为 机器人是杀害三名队员的凶手时 蓝月却指出 这只是一款农用收割机 型号为采集者294 而且由于计算机中枢受损 这些无法接收行动指令的机器人 不可能攻击人类 为了弄清真相 蓝月将计算机重新启动 随后 我们惊讶地发现 部分城市有被篡改的痕迹 而电脑记录的变更日期 竟然是917402年7月4号 带着满满的疑惑 我们一边拷贝数据 一边来到机房后面的区域查看 这里也堆满了机器人 只不过一路走来 见到的采集者 体积越来越大 直到眼前的这台27999型 已经达到了高耸入云的程度 如果这台50米高的大家伙 是用来捕获牲畜的 那被捕的会是种什么生物呢 正当我冷汗层层之际 数据拷贝完成 我们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中心 返程的路途格外漫长 就在大家激进崩溃之时 农场大门终于遥遥在望 可惜等待我们的 并不是解脱的希望 而是一个黑暗的就是真相 眼看就要跑出农场大门 蓝月却提议 再和其他小组联系一下 在等待回复的期间 蓝月讲出了一个 有关西迈农场的秘密 事件的源头 要从32年前说起 当时蓝月的父亲蓝江水 取得了他毕生最大的研究成果 那就是 十斤尺度守恒原理 根据这个原理 只要不违背守恒性原则 人们可以任意改变 某个指定区域内的时间快慢 当年一发现这个原理 蓝江水便意识到 它能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 但同时 另一个可怕的隐患也随之而来 如果把低等生物 放进一个快许多倍的时区 它们的进化会何等地迅速 用不了多久 人类的智力就会被超越 这时 农场里的生物将主宰世界 在洞西园里的弊端之后 蓝江水忍痛 放弃了研究 但其得意门生西迈 却窃取了它的成果 并应用于现实 西迈农场 正是一块被加快的 且不恒意的时区 农场里的一年 约等于正常时区里的十分钟 所以人们会感到 农场总是每十分钟 输出一次产品 地球上500亿人 20年来的富足生活 正是来源于农场 90多万年的春波秋收 听罢蓝月的讲述 感到不安的我们正欲离开 突然间 一片巨大的阴影 笼罩到众人头上 几乎是受本能驱使 我立刻扑到蓝月 但随后 我便听到了一声惨叫 带我回过头去 直进被践踏的 狼狈不堪的徒弟上 留下了几道深深的爪痕 而躺在地上的戈尔 正死不明目地 捏如这两个字 妖兽 劫后余生的我和蓝月 刚从农场归来不久 便听闻了一个消息 西迈正在筹建第二个农场 一心想巩固地位的西迈 是不会允许有人揭露真相的 因此 我们逃离了基地 去投奔蓝江水 为了阻止西迈一错再错 蓝江水决定 亲自拜访这个学生 而我能做的 就是回到农场 修复被篡改的系统程序 两天后 我和蓝月固地同游 顺利抵达管理中心的我们 开始修复系统 随着监视器上 显出一个个移动的黄点 这表示 机器都动了起来 正当我与蓝月相视一笑之时 一阵游远接近的嚎叫 令我们的笑容瞬间凝固 快 下他采集命名 话音刚落 大地的颠簸 便将我们掀翻在地 与此同时 顺着被新掉房盖的穹顶 我们终于看清了妖怪的真容 那是一种凶猛 健壮的六组动物 硕大的头颅上 一双眼睛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开枪完全没有用处 绝望中 蓝月将脸与我紧贴在一起 不曾表达的爱意 混合着泪水流淌在彼此心间 流泪 不是惶恐死神即将到来 而是为人类的命运感到悲哀 至今 妖兽浑浑举起了前肢 以无法行龙的速度 向我们劈来 就在我们准备好迎接死亡之际 奇迹出现了 一台采集者 突然冲向妖兽 两只庞然大物的对垒 为我和蓝月 争取到一线生机 随着采集命令 在最后时刻生效 四周传来阵阵恐怖的嚎叫 此时的农场 变成了战场 无生命的采集者 和有生命的妖兽 正在上演着残酷的终极决战 机器的爆炸声 交织着妖兽的嚎叫声 火锅与血肉纠缠在一起 妖兽张开巨口 撕扯着采集者的合金身躯 而采集者巨尺放出的电弧 也在切割着妖兽的要害 那血肉横飞的场面 犹如阿比地狱 当我和蓝月一路奔出大门时 便携电脑还在显示着激烈的战口 代表采集者的黄点 和代表妖兽的红点 都在急速地减少 我们的心 也随着亮点的波动起起落落 直到两种颜色的亮点都归于寂灭 我们才常常松了一口气 并庆幸 从此再也不用来这个鬼地方了 然而我们错了 西脉农场就是一个织网的幽灵 我们生生世世都无法逃脱 从农场逃出的我和蓝月一起 找蓝江水师徒 可当我们赶到时 谈判失败的两人 已经同归于尽 当仅有的两个 掌握时间尺度守恒原理的人死亡 西脉农场就只能关闭 而停产带来的后果 则是一场世界性的饥荒浩劫 当储备食物濒临告急 五百亿大张的嘴 就像是填不满的黑洞 过不了多久 这颗星球就会饿飘遍野 这是人类向自然界过度索取 必然付出的代价 现在死于饥荒 和将来死于妖兽 是两枚滋味相同的苦果 人类必须咽下其中一枚 幸运的是 随着人口的减少 粮食的压力将逐渐缓解 但不幸的是 西脉农场里 那些无害的动植物 在飞速流逝的时间中 早晚会进化出 比人类高级的生命 一旦它们冲出农场 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 背负着真相的我和兰月 无法做到独善其身 我们能想到的 守护人类的唯一方法 就是与西脉农场 处于同一时区 因为只有这样 人类才能保持进化上的优势 对抗其他生物 最终我和爱人一起 选择了迈出自我牺牲一步 重返农场 而这一次 我们将不再出去 十天后 我和兰月又回到了 噩梦开始的地方 看着被自己亲手毁坏的 农场出口 我夫妻山人泪下 再见了 我多灾多难的家园 也许用不了多久 我的后代 就会进化成某种 和人类大相径庭的生物 但是请相信 我们将永远记得 自己的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